徐明书理事长在圣地亚哥朝圣之路徒步的时候 暗自许下一个心愿 从2007年开始 冀州偶来持续发展 至今连接了长达425公里的徒步小径 冀州偶来是行走的人感到幸福的路 原住民和大自然都以幸福的路为目标 边玩边休息边走 一起走的路 寻找冀州岛人走过的路重新连接上 用冀州的石头和树木做成路标 这样对环境的影响达到最低 冀州偶来正改变着许多事物 在偶来诞生之前 来冀州的人都是乘坐交通工具观光的 但在冀州偶来可以慢慢地边走边欣赏 更悠闲地感受冀州 体验更真切的旅行 冀州偶来的慢的美学 改变了旅行的潮流 而且现在累计有冀州岛 100多个村庄的原住民们 偶来控 走完全程的偶来俱乐部 还有许多的志愿者 赞助企业 都热诚参与到冀州偶来项目 偶来改变的不仅仅只有这些 它还使地方经济变得活跃 让传统市场的销售量大大增加 在偶来周边 面向偶来控门的商店也数量大增 乘坐大巴的人数增长了500%以上 冀州偶来路线将经过的村子和外面的企业结缘 一起一催事业也做得有声有色 冀州偶来与世界许多国家的小径进行交流 向外界宣传哲学和价值观 冀州偶来在世界各地 都有与它相似的姐妹之路 如日本和蒙古也能找到与冀州偶来相似的路 冀州偶来把自身建设和发展中得到的经验和诀窍 向外传授 姐妹之路就诞生了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小径 携手共走的友情之路 全世界小径团体建立起交换信息网络的WTN 一起慢慢用双脚环游世界如何呢 用最能享受冀州岛的方式 冀州偶来小路徒步大会 是在全球各地有一万多名旅行者参加的 冀州规模最大的活动 全世界的偶来控 一千多名志愿者以及居民 正在一起创造冀州偶来的历史 如今冀州偶来正在走向百年之路 社团法人冀州偶来接受私人和企业的捐赠 并通过开发纪念品增加运营收入 与十多个赞助企业一起建造冀州偶来 受到许多帮助的冀州偶来 在2016年建成了游客中心 偶来控门和冀州岛民 正在一同规划着冀州偶来的发展 冀州偶来 前期把点用线穿起来成了路 往后一百年由线到面 道路拓展一定会持续下去 冀州偶来走过了许多岁月 冀州偶来还将走向遥远的未来 边玩边休息边走 大家一同陪伴的价值 我们会一起建造 一起走下去